济南798元的火锅自助啊 今天奢侈一把 然后那个菜上快点啊 早中我们都还没吃的 大家我是老胡 今天在山东济南的大明湖 这里面有一家那个火锅自助 有点小贵 798一位啊 今天准备奢侈一把 就看到里能吃到什么好东西啊 走 在这个紫约明湖酒店里面 安排的是独立包厢啊 就算你一个人来吃的话 它也是一个大包厢 今天吃的是这个798的套餐啊 这边的话 是限量的 就是相当于是七选一啊 七选二 然后这边都是放题的 蘸料啊 水果都是备好的 发现无论吃多高档的那个火锅自助啊 都逃不过这种 小锅 这个锅它是清水的吧 嗯 对 清水 档次高就是不一样啊 而且它一个包厢配一个服务员 它这边有写 加八百换 仙帝王蟹是什么意思啊 加八百换是换那个 那个鲜活的 那我这个不加八百就是说是冷冻的 长白山鹿肉 西班牙黑猪肉 具体这个套餐有什么菜啊 你们可以上 某团啊 去搜这个 店里去看一下啊 这个是矿泉水 红酒啊 这个套餐里面有包含一瓶 我一个人哪里喝得了一瓶啊 当那个 菜上快点啊 早中我们都还没吃的 这个花生米挺好吃的 花七百的 我想吃这个花生米吃到饱 好 真的是松龙汤 味道啊 非常的清淡 带一点那个松龙的香味 点点菜基本上都上了 还差一个 小青龙 这是 帝王蟹 海鲜拼旁啊 这是斑结虾 还是活的 不过这个斑结虾它是限量的 两份限量的五家和牛 这个雪花纹路确实是 挺漂亮的 那两盆草 我好像没点 这是赤生类 也是不限量的 这是夜窝牛油锅 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 它里面好像包了那个 虾滑吧 准备开吃了 朋友们 它那边的话 那个鱼子酱 这边是没有了 然后叫我换 我换了一个 海参嘛 有点可惜了 因为我没吃过这种 一罐一罐的那种 鱼子酱 哇 肉香味非常足 而且很嫩 很好下咽 看看这个喝牛的雪花 盲餐很多大幕会说 科技也很活 八百度一味 应该不至于啊 辣椒放多了 哎 这个喝牛的品质确实高 这锅 光吃都好吃得出来 哎呀 跟以前去那种 和牛寿体招店 吃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加几个帝王蟹 这个壳的话不要弄坏的 可能还要用的 老演员呢 肉还挺饱满的 这边的服务是真的可以哦 包括说我 刚进来 我说我有点热 我要脱衣服 他都会过来帮你脱 如果说我要脱裤子 不知道会不会帮我脱 嗯 还有更的 哇 牛肉味 加点那个奶香味 它这个牛肉骨 好 跟冰淇淋一样 哎 有点点微甜 感觉这个牛肉骨它是混合的 就是应该是和别的 水果 然后混合打着泥 放在这个壳上面 正常牛肉骨是没有甜味的 漏丸子 放鸡虾 然后这个生好的话 我吃不来自身了 所以把它捏煮了 这个帝王蟹漏好多 它这个是 活动帝王蟹 跟他问的 它那个要 鲜活的帝王蟹是要加 八百块 加不起 嗯 啊 算是活动的 不过这吃起来那个 海鲜的鲜味还蛮苦 我感觉这一盆的帝王蟹应该是 三根腿吧 哎 做这个包厢是真好 想怎么吃 想怎么吃 不会感到色口 看这一块肉 哇 海参啊 啊 这个是 芥末酱 是真海参啊 好脆啊 没啥味道啊 跟吃那个猪皮一样 就是多了一分那个 大海的味道 啊 这个红酒的名字这些闹口啊 叫金牛斯仁赤霞猪葡萄酒 虾滑 它口感比较嫩 用料的话会比较扎实一点 这是那种的 尝尝粉比较少 帮你点一下一点水 小青龙啊 这个肉的话已经帮你 剥出来了 这个头里面也有肉和膏啊 像去吃蜘蛛的话 一般这个头我是不吃的 但是你这个馅鲜的话我就要吃了 因为像很多那个海鲜之灶 它那个 小青龙它的头里面都是 没什么东西的 又没肉又没膏 我看这个的话它里面 很饱满 这边馅鲜的也有象马蚌 但是 我没选 因为我觉得象马蚌 它也没什么 吃起来的话也就跟 普通的那个 锣差不多 这个火锅自助的话 之前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那些限量的 然后 那些不限量的话 就等于是 外面很多那种 300左右价位的自助餐的 品质吧 像这个熬虾 300多的日料自助里面 都有了 还有这个 三文鱼啊 西林鱼啊 北极贝啊那些的 菜品的种类不多 基本上都是那些 河牛系列 嗯 好 我点重哦 牡丹虾 三文鱼 自身的品质OK的 肉质的话 休长有劲 这个小青龙应该是鲜活的 但是就一直吃的不会有 我倒希望他用那个 活动的 然后把这个小青龙搞成 不限量的 这个龙虾身上的这个壳类啊 看着有点 有点恐怖 又点了一些菜啊 点了那个 河牛 然后 甜品 还点了一份那个河牛酸辣粉 我好想知道他这个酱汁怎么调的 感觉 吃海鲜吃河牛 味道好好 有没有感觉这个不太像自助 因为他 呃 限量的 比较多 然后总整体菜品都比较少 就管再吃单点差不多 羊汁干肉 两份 河牛 这个是牛五花 特别的肥呀 河牛酸辣粉 这个是海鲜河牛制作火锅 主打的话 是河牛 看大家觉得这个 值不值的 说他值呢就感觉菜品 呃 这么少 说他不值呢 那他声音又这么好 这么多人来吃 所以说这个到底值不值 还是要因能而异 像比较有钱的人的话 他就觉得这个挺值的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 环境 服务和品质 我觉得 还行吧 哎 毕竟他这个 漏泪的品质 口感的味道 确实是 不错 还就是环境 服务很好 让我不满意的几点就是这个包厢里面 手机没信号 只有一格 然后就是 厕所太少了 刚才想蹲坑发现 那个蹲位就一个 还得排队 还有就是这个 地网的屑 没想到是 活动的 而不是鲜活的 因为的话他 毕竟你也不是 上一整只的地网线 你只是上几根 腿而已 我觉得把这个弄成鲜活的会更好 更有削弱一点 价格这么贵 就几根腿而已 又不贵的 好在这个帝王蟹的个头和饱满度 OK 帝王蟹和小青龙 吃不贵 就这个牛肉 小青龙帝王蟹是 最好吃的 也算是比较贵的 像其他的东西的话就 比较普通 还有就是 他这边居然会没有饮料了 只有一种茶 和一种 葡萄酒 弄点好喝点的高档的 线条的饮料 我觉得挺好的 双辣粉 不好吃 不正东 都是那个 醋的酸味 吃河牛 这个葡萄酒是一整瓶的 喝不完的话 我也不想带走 因为 我不太会喝酒 限量的吃完了 后面的话 不限量的最值得吃的就是这些 河牛了 如果你比较喜欢吃四层的话 也可以加 四层就是牡丹虾 三五鱼那些也可以 这一份有点压力了 因为会比较肥 这边晚上是九点停止点仓 但是你吃的话可以吃到十点了 哇 这个和牛真的 吃腻住了 这一份 好肥 哇 这四份和牛 就比外面那种 售起烧店的和牛 十几个之外 进你们 我吹了 你随意 哈喽朋友们 吃的事情饱了 因为这个牛肉满顶着 像除了牛肉的话 其他的 自助的东西也没什么 可吃的 像这种就比较适合 宴请 贵宾的话 不太适合大众 有想吃的朋友也可以来 尝一尝 如果你胃口很小的话 其实就不对劲了 因为这个800块钱 一味啊 你去外面 那种单点的海鲜 火锅店啊也能吃到挺丰富的 这家让我最最最最 最满意的就是这个 环境和服务 尤其是这个单独的 小包厢 不管你几个人他都给你包厢 你一个人也给你一个大包厢 估计这个包厢费 就只200块了 好了朋友们喜欢老胡 我探店私自助的朋友啊 记得点赞 别人介绍我们下期见啊 拜拜 最后花了 937 为什么呢 因为这家店他有隐性消费啊 像这个金骏煤就是 茶码一壶的话付了116 然后就是 纸巾和湿巾 这没想到 798 自助餐 他纸巾和湿巾 还要收费 而且还是 分开来收费啊 最后是那瓶那个玻璃瓶装的矿泉水啊 18块钱一瓶 那个服务员跟我说问我要不要喝茶 我说可以啊 我以为是包含在内的嘛 服务员也没跟我说那个茶要另外付费啊 也怪我没有 没有问啊 还就是那个 矿泉水啊我一进门他就摆在桌子上 有点口渴嘛打开来就喝 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隐性消费啊 那边的人的话也 没有提醒了我也没问 那个茶一壶 100多块钱喝的是真亏 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啊 吃一具长一致 像以后的话就 问清楚了 拜拜